正当他还在思考眼前的飞行器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中一架UFO竟然在空中360度旋转 然后直接俯冲进入海底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琳姐 人的一生能够见证几次历史性的遗课呢 大约在400年前 切利略发明了望远镜 终于确定地球是绕着太阳在旋转 151年前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人类社会快速进步 52年前阿姆斯壮在全世界的期待下 成为第一个登上月亮的人 然后就在今年2021年6月25日 美国五角大厦终于正式向外界承认 他们观察到天空有大量的UFO 哇这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 只是呢在这份报告里 他们不是以UFO来称呼飞碟 而是以UAP来称呼 UAP指的是空中不明现象 与我们常说的UFO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UFO比较偏向是不明飞行物体 而UAP则是偏向也有可能是气候或是其他因素导致的误判 但也不能排除是科技产物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绕了一大圈以后 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描述了UFO的存在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把UAP当成是UFO就好 而这份报告也是继1947年罗斯威尔飞碟坠毁后 美国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向外界承认 空中的确存在UAP 不只如此他们还加码提到这些空中飞行物体 竟然具有人类科技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那么究竟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美国为什么会选在此时 大动作承认UAP的存在呢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川普在离职前夕快速通过法案吗 还是另有隐情呢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马铃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马铃姐的影片哦 今天马铃姐就要与大家一起见证 这历史性的一刻 原来我们并不孤单 今年5月28号 马铃姐就曾经在最高级别公开的那集影片中提到 去年2020年 美国总统川普在离职前夕 迅速通过了一项法案 正式向国防部及情报单位施压 务必在180天之内公布手上掌握的UFO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一份网络报道 这份答案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非机密资料是给大众看的 而另一个是机密资料 则是直接送进白宫给总统看的 但大家也不必失望 我们只能看到非机密资料 因为这份档案还是有很多劲爆的内容 这个我们等等还会细细聊到 先回到刚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 照理来说 美国总统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而国防部及情报单位 也应该是在总统之下 帮忙处理国家大事的机构 所以实在没有道理 美国总统还需要透过法案 来逼迫国防部公布资料 那么为什么川普会这么做呢 根据传言 自从甘乃迪总统 差点公布外星人存在的消息以后 一些高层人士就秘密成立了一个部门 MJ-12 用来管理与外星人有关的一切事物 虽然美国至今还是没有承认MJ-12的存在 但已经有很多人跳出来 证实这个部门不但真的存在 甚至还掌握了很多 连总统都无法接触到的机密资讯 以至于川普才会用法案 来逼迫获取外星资讯 而这又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川普会这么着急的 想要知道外星人的机密资料呢 原来不知道为什么 近几年UFO的目击事件越来越多 起初都是一些民众在目击 直到2004年一件大事发生了 西元2017年 美国媒体忽然曝光了三段 疑似是美国军方拍摄到的UFO画面 当画面公布以后 舆论立刻分成了两派 一派人认为这铁定是造假的影片 而另一派人则是深信 这又是一个UFO存在的最佳证据 直到西元2019年 美国海军发言人罕见出面承认 这三段影片不是造假的 他们全是来自海军飞行员拍摄到的画面 当时这件事情还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因为以往美国要么就是不回应 要么就是出面否认 但这一次他们罕见大动作承认 影片的确是来自美国军方 原来这是因为这三段影片 隐藏了大量不可思议的资讯 这一次军方想要隐瞒也瞒不了了 而这一切都要从一次再普通不过的 军方演习开始说起 西元2004年11月14号 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 正在圣地雅各外海进行军事演习 此时一架由大卫·弗拉尔 所驾驶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 按照计划顺利升空 却在行经圣地雅各 及恩森纳达市附近海域时 接获普林斯顿号的通知 要他们立刻放下手边任务 直接飞往某地查看 大卫说到 当时指挥中心并没有告诉我们 发生了什么事 但当我们飞到指定坐标上空时 竟然看到了十几个白色不明飞行物体 这些飞行物体全都没有机翼 也没有起将用的轮子 并在没有推进引擎的情况下 毫无章法地快速移动着 根据大卫的说法 当时他与组员都很惊讶 除了是因为眼前的飞行器 他从来没有看过以外 再来就是因为他们竟然没有发出 战斗机在加速过程中一定会发出的应爆声 于是当下大卫立刻做出决定 他要设法追上去 但没有多久 他便发现他根本追不上 原因是不明飞行物体的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了3700英里每小时 远高于当时人类最快的飞行器2000英里每小时 正当他还在思考眼前的飞行器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中一架UFO竟然在空中360度旋转 然后直接俯冲进入海底 接着不到几秒的时间 他又飞出了海面 重点是 他是垂直飞出海面的 要知道正常的飞机 在起飞的过程中 势必会需要一个平行加速的过程 但这个飞行物体竟然可以垂直加速的方式 在几秒之内回到28000英尺的高空 根据大卫的说法 这已经不是科不科技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运行方式已经违背了物理原则 一般受过训练的飞行员约只能承受8到9G 但他认为这架飞行器里面如果有人 那么他很有可能已经承受了1350G 而在1350G的情况下 人会变成一团肉泥 这不禁让我想到 我们前阵子聊到的外星人艾罗 他曾经提到 在飞行器里的外星人 其实都是他们制造的载具 因为载具比较适合飞行 看来外星人艾罗说的应该是真的 不过很显然 当时的大卫还没有听过外星人艾罗的故事 所以他马上回报尼米兹号 面前遇到的状况 于是另一架配有红外线传感摄影机的飞机 立刻起飞与大卫会合 紧接着就录到了这段著名的影片 除了2004年的尼米兹号事件外 另两段影片分别是在2014年及2015年拍下 而来源同样是美国海军 莱恩·格雷夫斯是一名服役于美国海军的飞行员 拥有航天工程学位的他主要是负责海军的轰炸人物 西元2014年在一次任务中 他先是注意到雷达忽然故障了 紧接着他看到了一个包裹在圆形球体内的四方体 朝着他的方向飞了过来 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 他应该是看到幻觉了 这在高空飞行中是很常见的现象 但没有多久 其他主员也看到这个包裹在球体内的四方体 他这才意识到这不是幻觉 而且在整个飞行任务中 这个诡异的飞行器一直飞在他们的身边 离谱的是在这次经历以后 他们便时常听到其他飞行员 也开始会在空中遇到这些飞行器 他们甚至还会互相交换 看看对方拍摄到的画面 直到有一次 其中一架飞机差点被UAP撞上以后 他们才惊觉UAP已经影响了飞行安全 于是他们决定向上层提出安全报告书 这是一种正式向上面递交资讯的行动 原本他们以为上层会有所回复 但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甚至连最基本的调查也都没有 仿佛高层早已知道空中存在UAP一样 自从莱恩得知上层不会调查这些UAP以后 他便知道这些UAP的身份肯定大有来头 但真正令他感到讶异的是这两段影片 根据莱恩的说法 这两段影片拍摄时 他不在现场 但他认识拍摄影片的飞行员 根据影片拍摄者的回忆 当时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体 是列队飞行的 但有一架UAP比其他都大 于是飞行员立刻将传感器对准他拍摄 却在拍摄的过程中意外拍到他瞬间倾倒90度的画面 这又一次证明这绝非是来自人类的科技 因为当他们拍下这些画面的时候 UAP是在静止的状态 莱恩说道 一般来说飞机的机翼会提供向上的胜力 但当飞机旋转90度 呈现这样状态时 就会失去这股胜利向下坠毁 但画面里的UAP90度倾倒时 不但没有坠毁 甚至还可以继续禁止停留空中 最重要的是对于美国军方飞行员来说 在空中遇到UAP 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事实上不只是美国军方 这几年在世界各地 都有民众看到这些神秘的天外来客 例如今年6月 有多名网友在上海外滩 拍到了不明三角飞行物体 同样是在今年6月 美国密西根州 也有民众拍下神秘飞行物体 甚至还有印尼网友 在今年5月海边 录下了巨型雪疆UFO 直接进入海底的画面 大家可以注意看 当UFO进入海底的时候 不但没有激起浪花 甚至连声音都没有发出 也许是因为类似事件 城出不穷 以至于美国总统川普 下达了最后通牒 要求国防部公布资料 2021年6月25日 在万众的期盼下 美国终于发布了一份 关于空中不明现象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一开头 就开宗民意的表示 这是一份对于不明空中现象 也就是UAP威胁的情报评估 并提到国防部已经成立了一个 名叫UAPTF的部门 竭尽全力去了解UAP带来的威胁 对你没有听错 美国又成立了一个部门 专门在调查UAP事件 那究竟什么是UAPTF呢 根据这份档案的说法 UAPTF主要是负责收集整合 发生在美国境内的UAP事件 它的全名是 不明空中现象专案小组 而这些UAP事件 全是来自以下这些单位 搜集而来的资料 不过由于部分资料品质不好 导致他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以至于这份报告只能提供 2004年到2020年的UAP事件 也就是说在这份报告里面 我们无法看到 西元1947年的 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 以及1997年的 凤凰城UFO事件 不过这也很合理 因为这是一份非机密资料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第三页中提到了 以下这些UAP事件 都具有物理现象 意思是这些都不是人的幻觉 也不是光影导致的错误判断 因为这些资料是来自雷达等的机器 所捕捉到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 本篇报告中第一个重点 上面说到 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显示 在少数的UAP事件中 似乎表现出了 异常飞行特征 哇大家可以细细琢磨这四个字 异常飞行特征 这不就等于直接告诉大家 有部分的UAP不但是具有意识智慧 在控制的飞行器以外 甚至还加码告诉大家 这些飞行特征 不属于人类已知的飞行方式 不然就不会以异常来形容了 不过按照惯例 美国还是理性的再次呼吁 就算具有异常飞行特征 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因为传感器故障 或是人类在读取资料时的错误判断等等 好吧 大家觉得这是传感器的误判呢 还是他们误判了我们的智商 在这份挑战众人智商程度的报告中 美国国防部还提到了 目前他们认为一些UAP事件 已经构成了飞安问题 甚至说到如果这些UAP 是来自他国科技的话 那么就会从飞安问题 提高成国家安全问题 而美国之所以会这么严肃对待UAP事件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自从2004年以后 他们就掌握了144件UAP报告 而其中只有一件被判定为气象球 其余143件UAP事件 国防部仍是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什么 但他们的确观察到了几个奇怪的地方 各位朋友们 接下来就是本集的重点了 美国国防部说 他们掌握的UAP事件中 有18起事件展现了先进的科技技术 哇 这可不是我自己在说 这几个大字的的确确打在了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里 那么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呢 根据报告来看 这些UAP竟然可以在高空保持静止不动 或是逆风移动 甚至在没有推进引擎的情况下 突然以相当快速的方式移动着 大家知道吗 对于一向只会说UFO事件是气象球的美国来说 要说出以上的话有多么困难 但这一次他们不但承认 在144件UAP事件中 只有一件是气象球以外 甚至还说到有18件UAP事件 具有人类没有的科技 虽然这份报告还是使用了很多隐晦的字眼 也提到UAP事件很可能是来自他国的科技 但光是这份报告正式提到UAP可以空中禁止 即突然快速移动 甚至还点名他们不具有推进引擎 但凭以上这三点就已经等于直接告诉大家 这是不是他国的科技产物了 而唯一最让人好奇的是 那份交到白宫拜登手上的机密档案 拥有着什么劲爆的内容呢 看完今天的影片 大家还喜欢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另外别忘了 马琳姐会定期在IG及FB分享我的私生活 网址就在下面 想知道我是不是地球人 就看你能不能从我的生活中 找到蛛丝马街了 我们下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